我非常記得我們講過撲克牌的一張一張的說法 怎麼讀英文怎麼講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算是在複習整理一下下 大家好 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所以這黑桃A怎麼說 這是我的標題 不是那一個歌 要是你不知道的話 就是我們也要唱了 好 就一句就好了 來 那這邊在說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篇還沒有 我們看一下 My teens eat snacks faster than I can blink And often enough they leave none for me 這是第一句講完 先把它講完也可以 So I hide a secret stash for myself In the vegetable drawer of the fridge Often under a bag of lettuc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s the one place they'll never look When they get hungry 句點結束 好所以這故事也是可愛可愛的 所以他的teens 誰是他的teens啊 就一定是他的十幾歲的孩子們 那負數 所以加個s這樣 呃 那我們講說如果我有一個八歲小孩 一個五歲小孩 你要怎麼講 難道你一定要說 I have an eight year old child Or I have a five year old child 說那麼多數嗎 不用 你直接可以說my eight year old 或my five year old 就可以了 這樣子 OK 那它是個名詞呈現的方式 so my five year old 那這裡的year是不用加s的 OK 不用加s的 好 Anyway So my teens eat snacks faster than I can blink 這邊就是一個 學一個騙語 就faster than I can blink 所以我的孩子們吃點 吃零食 吃的是快的是 我連眨眼都來不及 OK 所以這個也算是 蠻quass的一個 一個修辭法 so faster than I can blink 可以 你也可以拿去用 OK 要是一件事情發生了 快到你連 眨眼都來不及 你就可以說 something something happens faster than I can blink OK 好 而且他們吃得如此的頻繁 so faster than I can blink and often enough so they eat snacks often enough 吃得如此頻繁 以至於他們什麼都沒留給我吃 所以媽媽或者爸爸 這個原po說是 自己都吃不到零食 they leave none for me 所以他怎麼辦 so I hide a secret stash 所以他藏了一個 秘密的stash stash是什麼概念 你可以把它當成 是一個單位吃之類的 它藏在自己的 一堆這樣子 所以有一個 秘密的零食堆 secret stash for myself 藏在哪 in the vegetable drawer of the fridge 所以在這個fridge裡面 有一個放蔬菜的抽屜 大概知道我在說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蔬菜要放在 特別的抽屜裡 是不是抽屜特別的保濕 比較不會乾掉 我也不曉得 總之它放在 the vegetable drawer of the fridge 它通常藏在一包的 那個犀牲菜 生菜的底下 often under a bag of lettuce the lettuce ok了 就犀牲菜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或之類的 所以外國人又很常說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因為那是唯一一個他們肚子絕對不可能去找的地方 因為看到了蔬菜 連翻都不想翻 so that's the one place that they will never look when they get hungry 可以 所以這故事 蠻可愛的 沒問題 再來下一個 I drove over the Severn Bridge 不知不知道在哪裡 but doesn't matter the Severn Bridge to find it was a cash-only toll they were about to escort me back across back across when the lady behind paid for me she told me to pay the kindness forward and I promised I would 少了一個過去式 but doesn't matter 14 years later I still have not and it eats away at me 結束 所以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反省的故事 所以他 過去式 你看我就抓到他一些文法上的錯 等一下 剛剛有 我怎麼傻傻的 他的promise 有過去式 我怎麼剛剛一眼看到沒有 所以他開過了什麼東西 Severn Bridge 總之他開過了一個橋 你知道在國外有的橋 是要付過路費的 台灣有沒有橋需要付過路費 好像沒有 我們只有高速公路需要 但總之那個收費就叫做tall OK toll I drove over the Severn Bridge to find 所以他開過去以後才發現到 這裡是一定得付現金的一個付費站 這樣子 It was a cash only toll 這裡的cash only 其實比較好的寫法是把它-在一起 是更好的 cash only 所以也就是說你有信用卡是不能刷的 cash only 我們以前的收費站是不是也是 大家會準備零錢 泰山收費站是什麽的 我們好像可以買套票就是了 不算了 so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付不出這一個過路費 過橋費的話 他們事實上要把他互送回去了 所以抱歉先生你過不去 你等一下要有零錢才可以 要有現金才可以 so they were about to 所以他們即將要 be about to就是即將要幹嘛 那這個escore這個字就是互送 那這個字有一些其他額外的有趣的意思 所以escore首先剛剛說有互送的意思 可是也有一個就是伴遊 所以我們講說你去法國什麽之類的 有這個女生會自己上來跟你一起合照 然後跟你一起吃東西幹嘛的 然後最後跟你收個費用 為什麽 因為他覺得他在陪伴你了一整天 他是個伴遊小姐 所以我們就叫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escore 那就延伸就把它理解為就是 賣的就死了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這個是額外的意思 so they were about to escort me back back across 這兩個應該是走在一起 我連續念兩次都不小心 把沒有念在一起 so they were about to escort me back across 那across是什麽東西 就across那個bridge 所以他已經過了 現在要再送回去 所以他才強調了 放了一個across在這裏 so they were about to escort me back across when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當當什麽 當他後面的那個女生 一個lady 就替他付了錢 好所以就不要再開回去 想辦法找到cash 然後再開回來一次了 浪費這麽多時間 所以他替他付了錢 when the lady behind paid for me 我最近也做過這件事情 在我這個 我住在西門 那我最近有一次去便利商店的時候 看到一個日本女生 在這個 試著刷他的那個卡 結果一整個卡一直刷不過去 他想要買小熊餅乾買不到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那邊 怎麼這樣 用日文說 我也忘記日文說什麼 結果看了就覺得 算了 我就來當個國民外交替他付好了 當我有先撇一眼 他買的東西有沒有很貴 那買了一個飲料跟一個小熊餅乾 那算了 買一個pocky 所以我就替他付了一百多塊這樣子 那也沒有跟他要什麼 現在非常後悔 為什麼 我為什麼沒跟他至少要個line之類的 或許可以 我就可以當他的escort 啊不是啦靠北 或許真的 因為一看就知道他住在西門附近 可能是來台灣玩的這樣 好anyway 所以當這個女生 他後面的lady替他付了 the lady behind paid for me she told me to pay the kindness forward and I promised I would 所以他叫我把這個kindness 所以這個陌生人的這個仁慈 替他付了錢這個kindness 那什麼叫pay the kindness forward 他的意思就是 像我們有時候英文就會講說pay something forward pay it forward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片語 事實上好像是個電影的名字 他到底代表什麼呢 就是把愛傳下去 把什麼給傳下去 所以這個把什麼傳下去的那個下去 並沒有down這個字在裡面 不是下去 所以他的下去是把他一直往前傳 往一個方向傳 往前傳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的方向其實是forward 而不是downward OK 所以這個it是什麼 就是不管你在說什麼 那他在這裡說的就是 把這個陌生人來的這個kindness 傳給下一個人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有下次有機會行善的時候 有機會助人的時候 請你記著要做 因為你已經答應這個女士 你會這麼做了 對不對 so she told me to pay the kindness forward and I promised I would 所以他當時就承認 我會的 yeah 相信我吧 14年後他還是沒有做到 so 14 years later I still haven't I still have not I still have not paid it forward 而這件事情呢 就一直在啃食著他的這個心 良心 OK 所以良心被口啃 so it eats away at me 所以這是一個 也算是個騙語 所以這件事情一直在啃著他 讓他睡覺的時候 輾轉難眠 我還沒有把這件事情 把愛傳下去 是我不對 所以這個it eats away at me 所以不是it eats me What the hell 這不對 OK eats away 就是把他一點一點的把它吃掉 這樣子 一點一點的讓他不太舒服 這樣子 eats away at me 好了 解釋到這裡來 夠了 來我們看最後一個了 我也覺得這是這三個裡面最好笑的 來吧 Wile is organizing my mom's funeral 這Wile就是Wile 所以當我正在組織 正在籌備我媽媽的葬禮的時候 Wile is organizing my mom's funeral 逗點 I meant to text my cousins Advising them We had three spaces in a funeral car to the cemetery 我不想先把他講完 我先把一句句講 他本來是要傳簡訊給他的表哥表弟 唐兄唐弟或者妹妹們這樣子 OK 表姐表妹 唐姐唐妹 好囉嗦 你看 Cousins搞定了 他犯死了 OK I meant to他本來想要 傳簡訊給他的Cousins 幹嘛呢 告訴他們 我們在這個鈴車 Funeral car 裡面有三個位置 所以也就是說大家可以共城去 這樣可以carport去 So I meant to text my cousins Advising them That we had three spaces in a funeral car to the cemetery OK 我們有三個位置 在這個Funeral car裡面 可以到Cemetery 什麼是Cemetery 就是墓園這樣子 OK 夢阿Paul 那這個字 不太好拼 Cemetery 我記得我曾經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他就直接在英文課上說 來我們玩一個拼字遊戲 接下來我們來看誰可以把Cemetery 拼得對 結果竟然全班都沒有拼對 一直到 就每個人試 然後試到最後的大概 四五十個人 因為那個是比較大的班級 所以一直到最後的那個 大概是 最後一兩個人 英文特別好 才把他拼對了 很丟臉 Anyway來 所以他們在 有三個位置 In a funeral car to the cemetery But 重點來了 大家不小心把字打錯 But accidentally typed That we have three spades in the car Accidentally 意外的 不小心的 打出了我們在車裡有三個spades 先把最後一句念完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before any reply 所以為什麼好笑 來要解釋給你聽 什麼是spades spades就是那一種挖土的那一種圓橋 也就是黑桃A上面的那個樣子 OK 你想說黑桃A不是桃子嗎 No it's not 它其實是一把圓橋 知道圓橋是什麼吧 挖土的那個橋 畫得漂亮一點 藝術一點 就是黑桃A的黑桃 所以其實黑桃不是桃 它是橋 OK 圓橋 鐵橋 所以為什麼好笑 我們要開往墓園的車 這裡有三個位置 它打乘了三把鐵圓橋 然後車是開往墓園的 You get it 他以為 所以他的cousin看到以為 好 我們要從這個臨車裡面 拿出三個圓橋來幫忙 一起下葬阿姨嗎 所以最後一句才說的 有一個很長的沉默 在他們回應前 好長的一個尷尬的沉默 後來大概是 應該誤會有講清楚了 好了anyway 所以這裡講清楚了 spade這個字 就是圓橋 然後重點就是 它也是黑桃 OK 所以我們撲克牌的黑桃 叫做spade 那紅心 為什麼會打出這兩個紅心呢 我也不認識這樣的人 紅心 然後 然後下一個大的是 先是鑽塊 所以鑽塊 或者是紅鑽對不對 那最後就梅花這樣子 好那紅心很簡單就是heart 沒錯 那鑽塊呢其實它長得很像一個菱形 簡單的說 或者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鑽石好了 所以它就叫做diamond 沒有錯 那梅花叫做club 這樣 所以這四個 OK 那黑桃A怎麼說 好那A 我們講說最大是A對不對 我們如果不是玩大老二的話 那再來是K 再來是Q 再來是J 然後再來是19 876 這樣下去對不對 所以A的話呢 它的發音其實是ace 所以你不要跟外國人玩 Oh I have an A 不是A I have an Ace OK Ace 那K就是King沒有問題 那Q就是Queen 所以國王皇后 J是什麼 J是Jack Jack是什麼 Jack是Jack 三千兵 OK 所以Ace King Queen Jack 就是這四個 最大的這四張牌 那接下來 1987就全部是數字了 So 10 9 8 7 這樣下去 那再來 我們如果要加花色下去的話 怎麼辦 所以 黑桃A 就是Ace of 黑桃 那就把黑桃帶進去spade 可是我們要理解這個地方 就是它是在黑桃的13張裡面的那一張Ace 所以後面這個of後面是它的全體 就是黑桃的全體 因此你需要加複數 就是spade裡面的那張Ace spade總共13張 所以是13張的複數的spade 前面的Ace那一張這樣 所以同理如果今天你要講 紅心7也就是7 of hearts 就這樣 OK 那King Queen Jack一樣 所以要是你今天講的是 我們講拱豬 拱豬知道是什麼遊戲嗎 好像以前Microsoft的這個Windows 有傷心小戰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那裡面會扣分的那張牌 就是黑桃Q 所以就是Queen of Spades OK 好 所以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有機會我們來再補那個 就是玩那個撲克牌裡面 尤其是德州撲克裡面的那個 各種不同的Hand 該怎麼說 例如說我有一個桶花筍 什麼這些的 好那以後再說好了 今天我們這一集大概講得夠長了 OK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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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